今天追新闻 但你看到乌俄战士已经拉长到一个月 俄军迟迟攻不向乌克兰 现在还被说竟然出了险招 乌克兰就指控了俄罗斯强行将马力波 还有盾内茨克以及卢干斯克 高达四十点二万人是强行转移到俄罗斯 并可能将他们分派到俄罗斯的偏远城市去工作 就有官员认为了这些乌克兰人将被扣押为人质 成为跟基辅谈判投降的事宜 只是外界就很好奇了 就兵力等各方面条件来说 俄罗斯其实都远胜于乌克兰 为什么久攻不下呢 对此美国五角大厦就预估了 从乌俄战争开打以来 俄罗斯已经朝乌克兰其实发射了一千一百多枚的导弹 但是最新的情报就指出了 俄罗斯导弹的失效率其实很高 竟然高达百分之六十 这可能是俄军未能实现快速攻下乌克兰的原因之一 更传出了精确的导引飞弹即将用完了 而战争打了一个月 到底何时能结束呢 根据基辅独立报的最新消息就指出 俄罗斯军方已经下达命令 要求战争必须在五月九号前结束 而为什么是五月九号呢 因为这五月九号是俄罗斯的胜利日 因为在一九四五年的时候纳粹德国对苏联正式签订投降书 宣布二次世界大战乌条件投降 这个投降书生效就是在五月九号 而这个时间点真的可以休战吗 外界真的都很关注 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真的是全民公分 就一位五十五岁的乌克兰籍的船员 因为看到了自己家乡是被俄军狂轰滥炸 决定是弄成老板价值高达台币二点五亿的豪华游艇 原来他的老板不仅是俄国的寡头 更是贩售俄军枪炮飞弹的武器制造商 虽然这名船员最后是丢了饭碗 却让他得以返回国内加入乌军来作战